欢迎收看铜板美食假套套 让你花小钱又能吃饱饱 我是陈韵涵 首先来带您看到的就是 我自己也很爱吃的铜板美食润饼 这一家铜板美食是经营半个世界老店 他们坚持做生意就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所以他们的古早味润饼 老板是研发当作是闯关游戏 但却也同时传承了两代记忆 抹上花生粉 撒上蛋酥 铺排豆干 红椒肉 高丽菜等食材堆叠成小山丘 也堆叠出层次口感 过去节情必吃的润饼 现在是日常的美味小吃 很爽口 高丽菜很爽口 然后叉烧肉很好吃 很期待 对 气质值很高 一定要再来 润饼南北有别 南干北湿 北部做法是把炒过的高丽菜 浸泡到咖喱汤汁里 硬脆的菜叶慢慢蹲得软烂金黄 却还能够保留高丽菜的香甜 要包进饼皮里 先得用夹子沥干水分 南部的部分来讲它只是大概炒过而已 它没有像这样再卤 其实北部的口味的部分 它只在用这种卤的部分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润饼有分南部跟北部的润饼 就像粽子一样 它有分南部粽跟北部粽一样 高丽菜锅里的烟葱也很有玄机 生酱自如是为了要现烫豆芽菜 让这银芽更加爽口 只要生起来 然后把豆芽菜放下去 它自然会降下去 然后它就在里面煮了 它跟外面的水不会是红在一起的一样 早期吴家夏天买绿豆豆花 冬天买润饼 后来做出口碑 才改变经营策略 把润饼当成一年四季的主打商品 近半世纪以来 一家人每年又爱又恨的 就是这两个节日 清明或是我牙的时候 就是惯例都会排很长 都排一大排灯 大概基本上都要等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 我就曾经经年看到我公公 就是直接把灯洗掉 到后面去做了休息五分钟 再来继续下半场这样子 林慧荣的公公人生下半场 其实早就有接班人 为了当个全职的好妈妈 好媳妇 林慧荣舍弃裁缝机大厂的 国外业务秘书工作 走进餐饮业 在家帮忙减轻公婆的负担 搬着重重的食材忙进忙出 林慧荣说 现在每天忙得团团转 跟以前的业务秘书工作相比 每天超级充实 一个劳心一个劳力 其实劳力的那个过程 其实流汗的过程 其实蛮好的 后来我就渐渐在做生意中 也就是也得到这样的经验 我觉得那也不错 天天的在做生意中得到乐趣这样 乐趣是一边工作 一边兼顾家庭 不用跟老板报备 就可以接送小孩上下课 有更弹心的时间陪小孩长大 也可以照顾家中的长辈 现在打打书 当然就有餐一点那个地瓜粉 地瓜粉 比较脆 滚烫热油 和调好的蛋液起了化学变化 从液态慢慢变成固态 浸泡一下下 捞起放凉 就有酥脆口感 几十年下来 李春梅坚持这道炸蛋酥的反复工序 一定得自己来 不买市售的现成货 我这个是都自己做 自己做比较安心 卖的也安心 吃的人也安心 其实我们要收到人家的钱 也是要有公道对不对 公道堆得起自己的良心 这也是李春梅夫妇俩 传给儿媳的生意经 民国一百年 吴志光辞掉了游戏软体业务经理的工作 专心当润饼店的老板 只是夫妻俩一起共事 炒菜备料都能够炒出问题 我公婆做了四五十年 所以我比较希望说 维持这种就是传统的原味这样子 就照我公婆的味道这样加来 那我先生会 因为可能在外面工作久了 他会觉得说要创新 要去要有新的东西进去 然后想要加一些比较 就是比较新的口味啊什么的 新旧路线之争 最后定调把新口味包进传统味里 吴志光把研发过程当作是闯关游戏 绿色的芥末增加呛辣感 泡菜让润饼在夏天吃更加的清新爽口 有时候炒光失败 像都是原味的话客人吃久会腻 然后会想要说研发一些新的口味 可是不一定是说每个东西都适合加在里面 像我们有曾经加过起司口味 加下去那种没办法去凸显它的那个味道出来 真正自己当老板就得承担失败 过去有同时相挺一起打团体战 现在打的是个人战 必须追求效率迎合市场需求 最怕的就是他也没有要去逛 那一直在排那心里会压力蛮大的 那就为了要赶快赶给他们 就会做得比较快一点 通常我们这样做快之后 就都会有职业病出来 那开始往球走啦 什么毛病都会出来这样 好谢谢 谢谢 拜拜 然后要几个 另外一个挑战是 润饼里的八宝料常常被要求客制化 加这个不要那个 每天都是激励大考验 还好吴志光对user很有一套 不管是操课还是玩家 通通被他手里的美食收服 什么要做 他说单数要多 单数要多 好 老一辈为了讨生活 把一年只热卖两次的润饼 努力做成平时也可以品尝的小吃 第二代接班 再帮润饼 润色 天味 延续家传美食的魅力